對於一位有勇氣 打破難歷 愛護台灣的年輕人 我們看到了 台灣有一個向上提升的機會 在他努力奮鬥的過程中 我希望大家給他更多的 支持和鼓勵 陳小玉 加油 世間這個綠白河流 這件事情有可能嗎 絕對不可能 我見過那麼多 我越人輔出 我沒看過一個這麼糟糕的人 我只能用一個字形容柯文 只能就是壞 就是壞 他這一次去 最後一天挺陳小玉 很明顯的這是投機 他完全是致死 完全是他的壞根性 他就來搞破壞的 相信我 我是科學家 而且也相信我 我是理科先生 我會料理科文哲的 我真的真心誠意的希望 韓國瑜代表國民黨出外選 為什麼 我跟韓國瑜政治立場截然對立 我是毒 他是統 但是我希望一個光明磊落的男子漢 那個韓國瑜你出來 你跟我們民進黨對戰論個清楚 這個社會不要在那些假掰的 像朱立倫 馬英九支流的 不要 國民黨你就挑明了 韓粉加油 不要只歌頌 不行動 你們要歌頌更要行動 每天抬轎子到高雄市政府前面 人心是肉做的 韓國瑜一定會聽到你們的聲音會出來 我們藍綠藉由2020總統大選 大家為我們台灣的前途 國家的定位 大家論辨個清楚 這才是對台灣好 綠白合作非常可能 怎麼會絕不可能 之前就是柯文哲的母親 他有接受我的訪問 他說柯文哲如果要選他支持 柯文哲如果不選的話 他要投給蔡英文 這個事情就是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基本上他並沒有 他並沒有斷絕 這個可能合作的一個點 那推翻科學家的說法就是這樣 沒有 當然堅哥會認為說 柯文哲一定會參選 可是這個機率 如果他一旦沒有參選的話 那就去合作了 這個時候堅哥就不知道 還要不要繼續的堅持 就是堅持不要跟柯文哲合作 因為小英現在的狀況從剛剛看的 明天會是一個點 當明天跨過去 如果是正如 剛剛大家所預料的 其中一個選項 叫四席全上的話 那就是表示民進黨四席全敗 全軍潰散 這個時候這樣子的民進黨 是無法贏得2020的 是要放棄 還是要努力的尋求 非國民黨的力量一起結合 那就是白綠合作的時候 選舉不是只有選輸贏 還要選是非 綠白合作絕對不可能 倒是白藍合作 白藍 那咱比較可能 我剛剛世間 那麼那樣的一個表現 讓我突然間 他是民進黨第一友 對 我覺得突發奇想 3月22號之後 陳曉鈺他辦了一個 大型的鬥事大會 那麼在台南二選區 179個里長 他去call了150個 到了大概有100個 當天他最希望幫他站台的人 就是柯文哲 有沒有人穿這引線 有 曾經在柯文哲的團隊裡面 幫柯文哲做事的一位躍腳 現在離開了 他就這一次在幫陳曉鈺選舉 所以當然就希望他能夠來 但是最後柯文哲他決定沒有去 可是在最後一天還是錄了 剛剛看到的17秒的影片 代表什麼 剛剛柯文哲是講的東西非常清楚了 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有人能夠超越藍綠 第三個選擇 他在說自己 其實不是在幫陳曉鈺 所以我跟大家報告 因為我們選舉不能再談任何的民調 但是我們評論員可以做分析 我分析這一期是謝榮介營的原因 包括陳曉鈺 因為陳曉鈺的母親 是跟阿扁長期非常非常非常 三個非常交好的 但是阿扁也因為這次新潮流已經是 他也挺了 郭國文 命選一線 這種挺就是說我非得出來挺 我出來挺以後 大家以後也要禮讓三分 我告訴你我的話 雖然沒有堅持 但是你也不要說 動作在那裡奔風 你也要對我重視一點 新潮流顯然也是在已經是 沒有辦法的辦法 趕快連阿扁總統都要去拜託 請他拍個影片 可是地方的人士 陳曉鈺的父親以前是麻豆的 應該算是鎮長 就是老鎮長 他們有地方的實力 他的母親也是傳統政治人物 他們不會因為看到阿扁 因為過去的20年 阿扁每次一到麻豆 就是跟陳曉鈺的父母親一起 你要講說 因為看那個影片 就知道他現在頂他的 不會 所以陳曉鈺並沒有崩盤 現在柯文哲出來幫陳曉鈺 我是覺得晚了 就是以前陳曉鈺他的希望 我剛剛講很清楚 3月2號就那一天 他的造勢大會的時候 不是現在他還已經最後一頁 不是 應該是說柯文哲 他並沒有決定 就是成為這一場戰爭的第三要角 就是我剛剛講 寒流對清流 新北跟台南是不同局 台南這個局叫做寒流對清流 說實在的真的 剛剛堅哥在講說 鄭視為在新北市的知名度 沒有余天高 我剛剛保證 郭國文的知名度在台南 也沒有謝榮介跟韓國瑜高 因為郭國文他是 除了新化以外 二選區的像是嘉里 麻豆 跟善化這三個最大的選區 加起來超過16萬的選票 這整個二選區大概30幾萬 超過一半就這三個大區 不是他過去經營的 而且說謝榮介也沒有對 可是他有全國知名度 他常常在各大的媒體曝光 所以他是一個像堅哥一樣的 全國性的知名人物的情況之下 他也等於就是余天 你說郭國文選的過程當中 賴清德不斷的去衝 如果柯文哲像我剛剛講的 3月2號就跳下去的話 這場戰爭就變成三個人的戰爭 是賴清德 韓國瑜 跟柯文哲的戰爭 柯文哲顯然最後選擇是 我不要加入這個戰爭 為什麼他這樣子選擇 但是因為其實應該 這個局勢看得很清楚 柯文哲內部也會做分析 這個局陳曉玉 沒有辦法贏的狀況比較明顯 他怕又跟上一次 陳思雨的解讀一樣 我權力力挺的人就最後 而且事實上 他們原本沒有淵源 我剛剛已經講了 是那個中間 其實原來柯文哲的團隊 可是有一個共通點就是 陳曉玉是藍綠之外的 第三種選擇 柯文哲他也必須要做表態 如果他這個時候不表態 就等於他沒有辦法 把他的旗幟舉起來 所有非藍跟非綠的參選人們 他們就不知道要去找誰 可是兩次了 一個陳思雨 一個陳曉玉 雖然陳曉玉應該可能也不會贏 可是我就這樣直接講 這一次的選舉是這樣 因為政國會完全無法接受 新潮流把一個 沒有在當地經營的 郭國文調進來 郭國文是誰叫他進來 是因為賴清德 清點就是要指定郭國文選 賴清德為什麼要他選 因為這一區是黃偉哲的區 因為黃偉哲這次選市長 是我賴清德支持 所以這一區就我點了 結果點完以後 民調拉不上來之前 我想說之前的選舉 郭文當中氣勢拉不上來的時候 他很緊張 所以他就跳下去 每天幫他服選 腳都痛了還在服選 因為他很怕沒有贏 可是這種狀況之下 陳曉玉不退的原因是在於 如果最後我們假設 謝榮介贏了 郭國文跟蔡英都沒贏 下一次就是八個月以後選舉 到底是誰出來選 就會有很大的議題 說沒有陳曉玉就已經不是 但是民進黨不可能 是 但是民進黨這地區可以不提名 如果為了要贏回來的話 這個時候 柯文哲跟他的合作攻堅 就創立這個模式 就是非藍非綠之外 還有我白色力量柯文哲 柯文哲我覺得也是刷存在感 然後最後一天才 我覺得這根本不是真心相挺 我覺得他反而是為未來 所以藍綠 超越藍綠 就是我柯文哲 我覺得他只是在這一次 最後想要插一個旗 為的還是他自己 而不是為陳曉玉 他如果這樣幫陳曉玉 早在之前好多機會都可以 可是他為什麼在最後才這個影片 而且你這麼晚才一個影片 那無法發酵 再這樣補選說真的 年輕人投票率是非常非常低的 所以我覺得他只是為了未來 他要在2020中的大選的時候 他要先插個旗 代表說我在這場選舉裡面 我也是有發聲的 不是像之前感覺上 完全他就完全消失掉了 你就看問 哲會是你們國民黨 需要這個的對手 這2020 我自己本身是認為要把它列為 要把它列為重要的對手 可能會參選 對 所以我覺得這一定要列入 所以到時候包括 如果說國民黨要做民調 以前做民調 大概只有會做民進黨 但我覺得這次在總統 初選民調的時候 其實應該要把柯文哲 放進來會比較準確 我必須很嚴肅的講 我覺得柯文哲 不應該是一個選項 他沒有黨 只有他跟蔡壁如 怎麼可能治國 所以我為什麼不去扼言 批評國民黨的信仰 因為這些信仰 在將來韓國瑜選總統 韓國瑜當總統執政的時候 這些信仰各有用處 各有長才 可是柯文哲沒有黨 這差非常多 我不是科學家 科學家是旁邊那一個 我覺得剛剛賴教授提醒非常好 民進黨在真的 代算的時候他會後無前電 沒有選舉 沒有穩贏的 大家要了解說韓國瑜市長 如果他要去拚總統大會的話 他是得罪很多人 包括我剛剛講那些信仰 包括那些既得利益者 所以大家不要離開 我回應賴教授講的就是說 那個高雄市長 也是高雄市長 叫民進黨拿回去 我希望高雄 因為我知道很多高雄 已經捨不得韓市長去當總統 但是我們要從大局來著想 大局 你用大局來講 如果高雄市長 因為這樣被陳其邁拿回去了 我覺得滑得來 我說你滑得來 我總統跟你說市長怎麼賣 會賣 所以你說民進黨又會搶了高雄 丟了整個台灣 沒關係 我今天看間隔禮拜二講的 王世堅議員在聖喉嚨講說 高雄是怎麼可能一夕之間變好 高雄沒有一夕之間變好 高雄現在除了那些天坑 被韓國瑜理事算補起來之外 高雄沒有真的變好 高雄只有換了一個市長而已 換了一個市長能夠有這樣的轉變 我希望高雄的朋友 我很抱歉 我挺韓國瑜算總統 我問問你讓全國也變好 全國變好 高雄也跟著好 我對你講的對不對 我現在我來做光碰 我怎麼可能忘了高雄 韓國瑜如果真的當總統 他欠高雄特別多 會對高雄特別好 我覺得高雄的部分 如果說韓國瑜正出來選的時候 我覺得高雄如果適當人選 我覺得應該不一定會讓民進黨拿 我覺得真的不一定 但最重要的是我覺得他也不用辭職 因為辭職選 辭職選其實我覺得是沒有必要 你們都想到比較遠之後